詞曲 李宗盛 如果你愛他,就將他送到紐約 因為那裏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就將他送到紐約 因為那裏是地獄 《北京人在紐約》 作者曹桂林,過港梁錦輝 詞人編輯,邱林彬 王啟明圍一本毛巾衝出陸室 博然在樓上高跑下來一摔一摔 好像見到鬼一樣 《玲玲!玲玲!》 王啟明不由分說 噔噔聲衝上樓 玲玲間房門大開 女頭沒有人 她又跑去第二間 書房沒有人 客廳沒有人 陽台沒有人 除房也沒有人 整棟樓跑暈了 《玲玲!玲玲!》 完全沒有玲玲的反應 這時候,郭燕拿著一張紙走過來說 《玲玲!玲玲!》 《玲玲!》,你快點看 玲玲留下的 王啟明接過來,急急讀起來 吞愛的爸爸媽媽 我走了 昨天晚上,我說了很多令你們生氣傷心的說話 我很後悔,也很難過 爸爸媽媽,我長大了 如果在美國人的家庭 好像我這麼大的話 一定搭出家門去自謀出路 但是你們經常想把我關在家裡 這樣對我,對你們都不好 有兩件事 爸爸的頭痛藥 我已經買了放在冰箱 媽媽買給我的那件皮褲,我捨不得拿走 留給媽媽自己穿 紐約的冬天太冷了 再見,靈靈,神五時 一讀完封信 黃啟明的頭好像被人出力 中了拳那樣,以名眼花 剛剛沖完兩隻 又出了一身無名臭汗 全身濕透 不行,不行 我立刻要報警 他急急拿起電話 按了911 911果然一按就通 黃啟明用最簡潔的說話 向警方申報了靈靈失蹤的案件 話筒上傳來警察冷漠的聲音 這個,看來我們幫不到你 為甚麼? 你女兒十八歲了 十八歲又怎樣? 根據法律 你女兒到十八歲 你們還困住她在家裡 如果她要告你的話 你要坐牢 黃啟明很無憤地吸了電話 混張法律 混張法律 跟著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 凡是靈靈的朋友都打電話去問 但沒有人知道靈靈的下落 郭彥就說 不如停一會 或者靈靈會打電話回來 好 黃啟明又放下電話 不過她坐下 又站起來 起身又坐下 急得好像熱鍋煎螞蟻 啪啪啪 啪啪 電話突然響了 郭彥搶聲一步拿起話筒 怎知不是靈靈打來的 而是工廠的秀媒 說他們工廠出了事 叫郭彥快點回廠 這樣 黃啟明 郭彥一聽 不顧得那麼多了 趕快開車回廠看看 看一看一看 一進到廠 秀媒營上來就說 黃老闆 上個禮拜我提醒過你 那批334無衣肩頭用錯線 你又說不理那麼多 衝出去才說 現在 這次一組人家就退回廿幾箱貨回來了 黃啟明一聽又 才被激起白火了 哦 退貨就賴我 難道我沒有交代過你們嗎 哦 是我發錯線給你們 直三個媽夫 燙三個又不知做什麼 包裝是直情無腦的 喏 說明給你們知道 這批退貨值六萬八千元 你們不是以為我有大把錢乾淨嗎 哼 我的錢用在生產裡 這批貨 如果兩天之內不改好 這個月大家沒錢出的 總不然之 喜歡做的就留下加班加點趕貨 不想做的就請走人 我歡送 說完 他十聲轉身就走進辦公室 順手啪聲關到門 有那麼響得那麼響 震到長虎都慢那麼跌落地 那些工人放下了手上的功夫 你要看我 我看你 靜音音沒有人出聲 靜音音這個時候知道自己要做好人了 他就說 黃老闆這個人是這麼脾氣的了 有事都留不在心裡 啵 拉到腰部,再換另一種綫織就行了 兩天呢,我說一定改得切的 大家辛苦些,拍硬檔,算是幫一下我,好不好 講完,他就自己拿了一件次貨來改 老闆娘都做得了,大家就不好意思說什麼價錢 不聲不氣,那就動手改了 郭彥做做下,心裡總是掛著玲玲,忍不住走進辦公室 見到王啟明雙手托著腰,想到眼光光 啟明啊,這裡等我管算了,你還出去找找玲玲呢 好了,王啟明答應去了,他起先在玲玲那間學校 老師說零零兩個禮拜已經沒有上學了 後來他又去警察局 警官攤開雙手縮下膊,表示愛莫能阻 那麼這些意料中的結果就加重他內心的煩亂 他上了汽車,就馬上撥通阿春的電話了 這幾年他都已經養成習慣了,一有什麼事 他就肯去找阿春聊一下 他覺得,就算阿春解決不了問題,也會講出很多道理 令他心中的煩悶仇苦煙燒雲散的 沒多久,王啟明已經在阿春家裡談了很多下 阿春拿著半杯白蘭蒂站在他面前說 黃先生,這次的問題我看就出在你自己身上 什麼?我自己身上?沒錯,你小提大作 阿春講到這句,背了半口白蘭蒂,慢慢解釋了 既然你下了決心,搞個女兒來美國 下了決心,推她出社會 為何為自己做的這一切而大驚小怪呢? 阿春呀,不過靈靈她呢 我知道你想講什麼了 抽煙,撞爛口,食大麻星 那又怎樣呢?這個就是社會 在你決心讓女兒進入這個社會的時候 這些組就應該上到的了 哎呀,那這些實在是太令人難以接受了 你要記住,你現在身為美國 美國表面上磊磊亂,實際上她有她的規律 她有她的法則,她有她的遊戲規則 而且是很嚴格的 你們又不是生活在真凶裡頭 你怎可以又要你的女兒生活在美國 又要她保持中國傳統觀念呢? 那是太天真了,太天真了 阿春呀,不過,我真的很害怕 然後靈靈這樣走了 會出現一些意外,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 怕得那麼多的嗎?也不到你怕嘛 阿春拿著杯酒,在王喜明面前來回度了幾步 後來走個窗口,看著碧藍的天空,游至慢慢講 疑問,疑問子女的教育 多麼深奧的題目呀 別說那些小孩,就算成年人 亦同樣面臨一場巨大的痛苦 和一場觸合靈魂的文化衝擊 疑問就好像斷了肢體的人,再重新摺翻一樣 要骨落對著骨落,精神對著精神 疲連疲,肉連肉地縫合起來 那是多痛苦,多難受的事呀 有些人就算勉強摺翻 但是他的動作,神態是很不協調,很難看的 說白一點,就是說中國來的移民 既做不到美國人,又不再是中國人 新的生活完全陌生 舊的生活方式,又被丟到大海了 王喜明天都入了神 好陰沛地看著阿春 阿春又繼續說 至於移民子女,特別是那些二十多歲的青年人 他們完全被新的環境搞到猛了 好壞分不清,標準變了 價值觀也靠不住 就好像換了新衣服一樣全部換了 他們甚至連自己都認不到自己 於是,有不少人家有什麼華青幫 青龍幫,鬼影幫,越南幫 他們殺人,搶劫,販毒,賣淫 這些都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大災難 這些年輕人的父母呢 看著本來這麼聽話的子女去殺人越貨 居然是觸手無策 當然啦 為了生活,他們拼命工作 哪有時間去教育,管教子女呢 況且,英語又比不上他們 社會知識,甚至連精力都不如他們 怎麼辦 就唯有看著他們的子女變成人渣 阿春呀 按照你這樣說,即是沒辦法了 對於這些年輕人,我們很難做到什麼事 因為這些是歷史 人是不可以抗拒歷史的 但是這樣啊 如果我,行了,行了 就具體的人來說 你當然有事要做啦 那做什麼啊 阿春呀,你教我啊 防備 防備? 黃喜明聽得一頭霧水 阿春好有經驗地教他了 喏,你要防備靈靈群的那些人 和隱藏在幕後的人 他們知道你是生意人 手頭上有錢 一定會向你賣手的 另外一種可能就是 他們利用靈靈做人質 逼你交出巨款 黃喜明聽得很認真 一味噎頭噎腦 他知道,阿春是個老移民 他的經驗是多多錢都買不到的 說到後來,阿春好像總結那樣說 黃先生 其實你對女兒這樣 是管閒事而已 什麼?管閒事? 沒錯 美國的法律是以人的權力為基本 寧寧十八歲了 你就再沒有權力去干涉他的事 那怎麼是干涉呢? 是干涉咧 不過寧寧還不懂事 未成人的咯 未成人? 你別不記得 由明年起 你的稅務就會有很大變化 寧寧的一切開支 再不會出現在你的稅務單裏 你的各種保險就補不到他了 他的名字也會在你的家庭中剔除 哦!我不喜歡這樣做 我不喜歡 不到你喜歡不喜歡的 這個是人權法 人權法? 人權法? 真狗是人權法 喂! 美國是你自願自覺來的 又沒有人請你來的 你來了就要遵守他的法論 上開點啦 在美國 你是得不到中國傳統觀念上的天文之樂的 我不信 難道中國的一切觀念在這裏就用不上? 那又不是 中國有一句俗話 兒孫自有兒孫福 哪裏的黃土不埋人呢? 我覺得人死了 東半球西半球的泥土都一樣這樣賣人的 這時候 阿春已經喝了一杯酒 那隻酒杯遮住臉 他面上是甚麼表情誰都看不到 黃喜明也跟著喝了一口酒 聽聽阿春說這麼多 他人慢慢開朗 這時候阿春就催他走 說在這個時候不應該留太太一個人支撐一間工廠 黃喜明還未想走 就換個話題再聊一下 阿春啊 你這間店搞成怎樣? 唉 不要提了 七角這麼亂,一筆糊塗漿 哼哼,不是說我說你 你的個性 根本就不適宜跟別人合股 不合股? 想獨資? 錢啊 那兩個壞神股東 是想放股的 不過他們頭期就要十萬現金 那擺明是遺難我的 唉,算了算了,不要經過那些事 好煩啊 阿春說完 推黃喜明出屋,就催他快點回廠 幾日之後 阿春收到一張十萬美金的支票 書面有阿春熟悉的簽名 黃喜明 他看著那幾個龍飛鳳墓的簽字 站在那兒,站了很久很久 Jedney 王喜明買給玲玲的那隻白狗仔 現在養大了 整身雪白,沒有一條雜毛 只有鼻子的頭是黑的 伸出那條舌是紅的 Jedney 是一隻地地道道的室內玩具狗 價值在八百至一千美元之間 Jedney 的血統是高貴的 在他將出生指導著名 可以追溯到他的前六七代 都是一個家庭,一個血統 為了保證這一點,不用人懷疑 在他的出生證明到 有自養人的簽字 有販賣人的簽字 還有狗的編碼 政府有關部門的降印等等 狗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是眾所周知的 不過所受的眾視程度 王啟明和郭彥養了Jedney之後 才深有體會 買狗的時候 王啟明填寫了整疊表格 買主的姓名,住址,電話 最重要就是在狗的名稱之下 填寫了王啟明的社會安全號碼 從此之後,起碼在表格上 王啟明和這隻狗就相依為命 王啟明當初買狗的動機 是想套著寧寧在家裡吸引著牠 不用牠無美飛逃地在外邊亂跑 怎知現在寧寧走了 蓋留的沒有留住 不想留的就真正在牠家裡安寧窄寨 狗帶來的麻煩認真多 按王啟明說的 牠們哪是買了狗回來 是請了太上皇回來的真 每個禮拜,牠起碼收到兩至三封信 有生物保護協會寄來的 要求牠寫出Jedney近方的文字報告 有Jedney的醫生寄來的 通知牠哪天帶Jedney去打預防針 亦有些信是Jedney的美容師寄來的 說牠應該去剪毛整容 還有是狗俱樂部寄來的 信上模仿狗的口吻 請Jedney去參加舞會 還要注意請著晚禮服 看見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覺宴又不會開車 所以王啟明要一日到刻 帶著這隻長毛太上皇東奔西跑 忙得不逆落符,哭笑不得 最令牠們頭殼尺的是 有了這隻狗,出親遠門就要商量半日才行 帶著牠嗎?狗食品,狗衣服,狗玩具,狗籠等等等等 夾起來,給牠們帶的行李還要多 不帶牠去嗎? 又不可以鎖在家裡 事關牠一叫沒人來 就是主人的罪過 要送牠去狗女館住 不過那些房租被人住酒店還要拿來 商量來,商量去 往往牠們還是決定送牠們到狗類館算了 雖然那裡的費用是貴到得不怕 總算自己可以輕鬆一下,做一下自己的事 唉,吵著買狗的是玲玲 堅決買狗的是王啟明 堅決反對買狗的是國宴 嘩,隨著現在調轉來 國宴反而變成最喜歡Jerry 最了解Jerry的狗迷 牠天天望天亮 就起來帶狗出去走 走完回來,牠又手不停 腳不停地幫狗煮早餐 然後蹲下跟狗聊天 Jerry,媽咪去上班了,幫你賺錢錢 你乖乖地在家裡 如果聽話,下個禮拜 媽咪又買個新玩具給你,好不好 拜拜,Jerry,幫媽咪拜拜 對了,到了晚頭黑 不管做了一天有多累 國宴一翻入屋,什麼都不顧 趴在地尖上跟Jerry玩回起碼二十分鐘 這樣才去煮飯 王啟明看見國宴這樣,整天轉頭 知道又不敢說什麼 他知道自從玲玲離家出走之後 國宴就有點變變地了 或者他這樣對玲玲的愛和懷念 全部記得在狗裡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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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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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